大家好 這是阿哭 看到這個界面有沒有覺得有點懷念呢 喔 這個東西呢 就是紅白雞的 合卡 如果是大概七 七年級生或者是 大概就是八年代出生 那個時候的小孩子 小時候玩紅白雞長大的時候 在台灣 我想有很大的機率 都會有買過合卡的經驗 對 合卡的概念可能就覺得 你看 一堆遊戲集中在一個卡帶 買一個卡帶可以玩很多個遊戲 通常會覺得有划算的感覺 當然啦 合卡這個東西 基本上也有 曾經出現說什麼 200合1 300合1 400合1 那種等等的 其實裡面很多都是從小的遊戲 所以買的時候會很幹 我也是受害者之一 對於為什麼要講合卡 而且要挑這一塊的話 怎麼說 這款是64 這顆合卡的是64 也是我當小時候買的第一個 合卡 不過我運氣不錯 我這個合卡裡面的遊戲 基本上 都沒有重複 幾乎 大概只有在後半段 你看從54號到64號的 這幾款遊戲都是白字 基本上就是強化版 可能就是前面有的遊戲 然後後面加一個所謂的強化版 比如說什麼 原版沒有的效果 他可能加的進去 所以說嚴格說起來 算是64合1 但這款裡面 有79 53個遊戲是不良的 但比起 其他什麼 200合1 300合1 還是400合1 那些什麼 甚至1000合1也好 裡面可能就是什麼 光是像我以前買一個1000多合1的裡面 光是混朵羅在這裡面 大概就有10 就佔了10個 10幾款 幾個了吧 欸 很幹 真的很幹 所以 啊 而且這 這款64合1 基本上 算是合卡裡面 真的是很 CP值最高的 就是說 也沒有很多 很多款遊戲重複 然後 就是沒有很多款 雖然說只有64 可是真的是 然後 10個加強版 但是基本上53個遊戲 是不 是不一樣的 比起可能 買什麼幾千合1 但是裡面搞不好裡面只有 560款遊戲而已 其實 這個版本 64合1 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款 那相對合卡嘛 裡面的遊戲 基本上都是 結構很基本的 結構非常基本的小 所以你不可能說什麼 像虛龍珠 還是 薩爾達傳說 還是說像 勇者鬥龍這種 塞在那種 六幾合1 那不可能的事情 在這裡因為基本上 都是結構非常非常簡單的 欸 就是那種很簡單 規模比較小的遊戲 大部分都是在 都是在 發明大概在 紅白機 推出 三年內左右的遊戲 那種 為主 啊 這次呢 畢竟 懷念嘛 所以說呢 我想說 把這款 這款合卡裡面的遊戲 能夠 全部介紹一次 欸 當然 那我不可能玩過關啦 可能就是 開一個遊戲之後 我就玩玩玩玩玩玩 玩到game over 就結束了 這樣很簡單 也 雖然說 我的技術可能好不到哪去 可能看不到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至少你看這個 看了這個你就可以知道 這裡面到底有哪些遊戲 有點概念 這樣 好 這話不多說啦 我們就從第一款 這 這個實況呢 我們就先玩從第一款開始 第一款 好 開始囉 好 高球名的冒險島 好 呃 如果是老玩家的話 基本上 應該都沒有人不知道這款遊戲啦 欸 我有聽說難度非常高 呃 不過關得好像沒遲了 至少我 至少我小時候的朋友 沒有人過 傳播過 欸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傳播過 好 開始囉 進行遊戲 這款遊戲很簡單啦 基本上就是 加速 然後跳躍 然後吃到武器的話 可以攻擊怪 可以攻擊怪物這樣子 結果呢 就比較偏向 就上面那個 類似像血條的東西 就是要吃水果 然後慢慢補充 不吃的話 它會降 皮就會慢慢降 好 這滑板 那滑板你也可以慢慢跑 還是可以直接 一個是這樣子 他慢著走 喔唷 喔唷 欸這我還記得 我以前 到底這款完刀圖哪裡 你說實話 我也忘記了啦 反正 好像 好像玩到第三五台 台第五台 第三五台就沒有玩 所以我們下去了 不過我去了吧 對啊 不知道我現在玩的話 可不可以 不知道可以玩到哪裡 啊 畢竟這 這次的遊玩 只是就是說 玩到game over就結束了 所以說我想我也不覺得我也可以 玩多遠啦 因為我動作遊戲其實技術不是很好 好 好 一隻肉 喔 這關要踢下一次跳 喔 這關要踢下一次跳 欸欸欸欸欸我差點要吃了 喔 喔 這遊戲呢就是 假如一碰到碟就會死 就馬上死掉了 欸 我都死掉 死掉 還有一條命 啊 啊 啊 最起碼 看最近要不要過玩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區域啊 欸 第一個 喔 第一關應該要過 啊 欸總覺得 我總覺得現在玩技術比小時候還要差 喔 喔 這個就是無敵狀態 喔呦 這種就 喔呦 也 �� 過了 好 第三 魚 啊 哇哇哇 最後一條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